有什麼因緣制會底下知道自己患了這個病呢 是摸到好像我以為是暗瘡來的嘛 摸出來的 是啊 摸了少許 少許血沒關係 只不過是隔了一個星期 又是癢又刮又流血不停的 就知道有問題 那馬上就找醫生 找我的朋友是很厲害的醫生 他一看就說你是這個 然後他就介紹一個整容醫生 他還未驗就知道是這個病 他看到就是用癮 因為其實是很普遍的 哦 是啊 OK 你知道了這個顏色之後就沒太擔心 因為醫生跟你說很普遍的 Piece of cake 很普遍會死的 哈哈哈哈 如果不處理他的話會 不不不 如果不處理就真的是大件事了 會不會產生什麼事 至少整個耳朵就沒有了 哦 嗯 就變成單以泳 哈哈哈哈 之後就找了一個整容醫生幫你去做這個 就是我朋友介紹 整容醫生很厲害的 他割了一個洞出來 一毫子這麼大 哇 幾袋 耳朵白 因為你要有一個安全空隙 一個安全階段 就是這個確實有0.5mm以上的乾淨的皮 你知道就沒有了 已經割清楚了 是啊 要割清楚了 那一毫子都挺大 隔壁再開一條 就是開刀 然後把隔壁的皮扯過來 蓋著那個洞 這個是整容醫生的做法 那整個手術自己做之前做得怎樣 怕不怕 其實我沒有怕過 雖然是有癌這個字 但是我沒有怕過 可能因為 其實我們 英文我們很喜歡說 Ignorance is bliss 就是說你什麼都不知道 就自開心 是 你不知道 這個癌是可以自死人的 沒事的 哈哈 你的腿 你幫忙 不是